比赛开打前 球场准备放烟火来炒热气氛 没有想到这烟火机故障突然起火燃烧 也把大片球场的草皮烧成了火球 现场的观众一阵惊慌 到最高层的位置 坐在离火势较远的观众 纷纷拿起手机从各个角度拍下大火景象 美式足球赛15号田纳西泰坦队 迎战印第安娜波利斯小马队 比赛开始前10分钟 球场为了炒热气氛 计划在球队进场时朝空中释放烟火 就像以前比赛时 烟雾和烟火加持的热闹画面 不料这次烟火机竟然故障倾倒 火势燃烧草皮引发大火 观众一阵惊慌 工作人员拼命灭火 现场情况一度混乱 眼看火势有变小的趋势 现场观众一阵欢呼 其实在比赛前 有位男球迷就戴着一顶着火造型的帽子 比喻如火一样猛烈的紧张赛事 没想到球场真的烧起来了 意外发生的突然 幸好工作人员迅速把火扑灭 除了烟火机和球场地面受损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不过烟火机的卖方 恐要接受调查 要厘清故障情火原因 记者最后报道